- 大家好,我是小羽 又來到了超市 這次超市更新了也是很多的互動式的一些好玩的一些道具 首先是這個推車一樣可以載人 這很像就是之前那個推車啦 所以其實大家也都覺得 其實之前在超市本來就是可以推 所以後來改成不行 不過他又把它改回來了 對,然後首先是來到這個海產店 這個應該是可以叫賣喔 魷魚喔,長得非常的什麼美味啊 然後這邊是可以玩魚 然後這邊是洗什麼 喔,就洗那些魚然後丟到旁邊 對,剛才他有特別出現一下下 然後我們來到旁邊的肉鋪 這邊是可以叫賣 超級好笑 我覺得這個叫賣真的很可愛 你看他就一直揮一直揮 有沒有 小魚面臨破產有沒有 來超市打工叫賣,輕鬆畫面流出 然後這個冰箱都是可以打開的 裡面有各種不同的肉 嗯,看起來也是蠻多的嘛 嗯,不是啊 兩個冰箱都一樣啊 然後這個肉是可以 有個機器是可以 削肉的 然後旁邊是切 切肉的 喔,好療癒喔 大概就是有這樣吧 然後看一下旁邊 旁邊這邊都是沒什麼互動的 這是比較可惜的 原本以為這台對照過機可以開 結果他竟然不能開 我就是覺得蠻可惜的 然後來到他的倉庫 也就只有這個推車是可以推的 就是這個 不過這個推車 不能載人 所以他就只能 推著他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而已 就這樣了 我們來到這個麵包店 反正他的東西 就是只要有冰箱的 都可以打開啦 然後裡面就有各種食材 然後旁邊可以 就是那個擀麵糰 還算是蠻好玩的 就是在這邊互動一點 不過這邊的互動就是比較少 這邊就有點類似於那種 你在家裡有時候 有些家具是可以互動的 就是像這樣子 比如說把燈開起來啊 關起來啊 沒有,關起來開起來 就只能開開關關的這種 一點點的互動道具 然後這也是門打開而已 也沒什麼可以互動的 然後旁邊一樣 也是可以叫賣 可是他沒有講話 不知道為什麼 他叫賣的時候都不講話 你看 有點怪啦 然後最後來到這邊 他有一個就是 包紙箱的一個機器 然後包完就沒了 對,就這樣 一箱然後就消失 所以超市的東西就大概像這樣 然後勒 市中心的油桶 他也是可以互動的 你可以投信 然後他一樣會有一些互動的東西 比如說他會跑出愛心 啊我的愛心耶 不是會跑出愛心嗎 沒有耶 然後這個是垃圾桶 就是你可以每一次就去踹他一下 我也不知道這個互動是什麼 反正就是很好笑 我現在看到 更新完 一堆人都在踹垃圾桶 垃圾桶好可憐 好啦,這就是超市 跟一些市中心好玩的互動 好啦,我是小魚 我們下次見 掰掰